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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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试过小时候 找父母拿钱 老爸不给 找母母 追完母母后 这件玩具买给你 很可能 实际上都是父母的钱 母母深远一点 是的 关外基金 我给余祖做了母母 今次财政预算案 竟然可以说 政府出资15亿 放在关外基金 关外基金 给钱 因为这次派不到6千元的新移民 这件事你刚刚说出的根源 就是说 那些钱不是又是公帑吗 其实你只不过是把关外基金拿出来 做以为给钱那个 但到最后又是公帑 这件事其实呢 有两个问题所在 第一就是 那问题也是公帑 这件事是否正好 管治理念是否正好 第一稍后再说 第二就是 关外基金是这样用的吗 就是要来帮政府帮锅的吗 就是要保锅的一个机构 所以这个也令到关外基金 第一宗撥款出去 竟然就是由政府自己给自己 然后跟着自己给出去 过了另一个户口 在另一个户口出来 其实也是一个叫做大笑话 国际大笑话 我觉得我们香港最近常常是闹笑话 都是由政府主演、导演 不过问题就是 根源我猜就是 错就错就 几个星期前 要撥这六千元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是否 因为曾荫权被人打了拳 真的太过闯缺 甚至整件事的理念 都没有想清楚 究竟这是一个福利 资助贫困的人 或是回归富房太有钱 回归社会 现在都没有了 这个理念是什么 因为政府一个政策 要先有这个理念 然后凭这个理念 就要抽屎剝奸 去筛选什么人 什么方式 其实呢 现在香港政府 就不敢说一句说话 因为这句说话 可能后遗症太大 就是exactly 最后的原因 就是还富于民 什么是还富于民 即是不理你贫穷 还是什么 总之你是李嘉诚好 你是哪一个都好 二左民都可以 二左民都可以 回来香港 你是三个星 都可以拿 我总之叫做还富于民 仓太多钱了 我不理你是谁 这个都可以是一个理念 没法见 应该可以是理念 不过政府不敢这么说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这样 有很多后遗症 你以后有钱就会派 但是现在也有后遗症 现在你件事用六千元 过了一个关约基金 塞了一个户口 翻出来 如果真的有钱 也有浪用的情况 也有人会说 政府主资关约基金 根本先出来 整件事没有分别 所以现在已经乱了 包括了没有管治理念 包括了别人看到 你政府除了没有管治理念之外 就是说 你是那种被人逼得两逼 你竟然一个财政预算案 可以任意修改 于是我就又吵一下 财政资讯文件 不是财政预算案 不是财政预算案 原来一个这么重要的文件 你多吵两吵 他就会改 这个我不是说 它改不对 而是事实上 你应该是听完之后 你的第一档 已经是把那个意见 反映在你的文件上 但你第一份文件 是完全没有反应的 所以就出现了这么恶劣的情况 不过王謝宜 都很久以前的事 因为我们看回前 我们比较关注 我自己比较关注 就是关外基金 究竟是一个什么基金 这个也是很值得研究 为什么呢 今次竟然关内基金里面 大部分委员都说 已经通过了 可以用这个关内基金 作这样的用途 我觉得就是 好像跟其他的政府 咨询组织一样 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坐进去的人 只不过是拿个闲头 好像荷兰水盖 荷兰可乐瓶一样 就是说 究竟你明白不明白自己的身份 政府叫你做你就做了吗 只有很少数人提出异议 但一个异议是什么 只有三个 这个异议 其实三个当中 只有一个 是怀疑关内基金应不应该这样做 应不应该用关内基金这样做 其他两个 都只不过异议 就是那个所谓宽松 就是说 应该用一个 教研的方式 又是教松的方式 即使我当它三个 全部都是用 反对关内基金做这样的用途 都是很少数 所以这个令我又想起 另外一个组织叫做 核安全咨询委员会 何宗泰 你说起这三个字 应该有人想起 它是 具文都好像是 和核方面都有些认识 这个日本地震之后 核灾难 很多记者就去问他 但这个何宗泰就说 我记忆所及就 都不是很清楚 这样 这一件事令到我们 知道 比李少刚好 没有说大话 说不清楚就说不清楚 真的不记得 我觉得他们都想起 好像一个闲头 而不是真真正正正 在实现那个角色 除此之外 我觉得 今次这个财政预算案 搞成这样 其实我觉得 唯一一个出路 就是什么呢 就是 财政司 公身下台 然后 有一个新的人上来 由头做过 由头做过的时候 你只要出三招 我保保 你六千元都不用派 又不用搞关系基金 第一 立即宣布福建居屋 第二 买了两条隧道 第三 可以成立一个扶贫基金 成为一个常设基金 用一个常设的措施 去做扶贫工作 你只要做这三件事 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 都愿意拿回六千元出来 不过 不要说你刚才那三个政策文件 政策究竟可否推行 有一个很大的难题 你一定要先回答 除非Jerth 你愿意去做财政司 哪一个人敢在一个 这么短命的政府里面 一年左右 去做一个这么重要的职位 年纪一定没得做 陈什么强 陈什么强 那发面强 也有人带他 李轻一发而动全身 事实上是 现在真正 都不是没有人肯做 都有人肯做 这么高身 但是真的有料 不是很高身 有人可以没有那几千亿的财政 是不是 他只有二十多三十万 商界大有人在 二十多三十万 所以我说有人会做 不过没有真正有料的人肯做 差别是这样做 你一定有人肯做 大哥 这个位置也是很有权力的位 你怎么知道做完之后 又有什么损毁给你做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都说 为什么地产商这么恶 就是因为很多高官 退休之后 就进去做他们的顾问 不过就 太短命了 一个年纪 我怕都真的会问谁 但是希望政府 再搞这个财政预算案 真的要有一个理念 不要搞到现在这样 就是死不像的情况 就真的很难修修补补补 搞得好